腰椎打钉后多久能下床 如为医生特邀专家 善乐群 先是洪汇医院 脊柱病医院 蜕变与肿瘤病区主人医师 腰椎首先为什么要打钉 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有的是因为骨折 有的是因为不稳 有的是因为我们去做了一个融合 等等这些办法 但是整体来讲 有的是因为畸形 整体打钉的目的是为了稳定 所以在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打钉 是给它一个即刻稳定 所以这种即刻稳定的话 我们多长时间下床 从理论上说打完钉就可以下床 但是因为你已经给它一个即刻稳定了 但是我们打钉的最终的目的 是让它实现自我的稳定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 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有的可能是两三周 有的是两三个月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可能还是仍然建议病人 要有一个额外的保护 同时要适度的进行活动 从这个理论上来讲 你马上就可以下地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引流管 伤口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常规 也是针对不同的手术 不同的病人 有着不同的康复的训练计划 有的病人 可能我们第二天就可以下地 有的病人可能需要两天三天 有的病人 我们可能建议病人会躺了更长时间 当然这个完全依据病人 具体为什么要打钉来决定 打钉只是一种手段 但是下一步 我们具体要多久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做 每一种治疗的时候 医生会给你一个 比较明确的医疗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